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丹鳳 欢迎来到The Secret Wine Society中文区 跟丹一起学习葡萄酒 从葡萄酒杯领略世界各地 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意大利 它的那个绿色心臟 然后叫Ombria Wombu-Lea 如果你Google它,它的那个地方的照片 你会觉得哇一片绿色 所以它被称作绿色中心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酒标 非常普直的一个酒标 然后它的那个酒名叫Ferino 是Ombria的那个地方方言 翻译过来是臭小子 那个有一点点昵称 称那个小孩 那个淘气小孩的那种昵称 叫Ferino 然后这一款是混量 它有三种葡萄 Sangiovese 92% 然后Coreno 还有Malvesia Lera 然后它的年份是2017 然后看一下后面吧 Ombria 是红的意思 然后IGT 它是那个大产区 不是一个小的地方 然后它的那个 是一款2017年的红酒 然后这一款红酒 是那个 它们全部都是人工的 它不用机器 然后它的那个 只有7333瓶制造 所以是很少量 然后Ombria 这边比较出名的是白酒 但是我们今天要试的是 一款红葡萄酒 很多人一起提起那个 意大利 他们就想要Kianti 但是Ombria的红葡萄酒 也还不错哦 这一款是绿色食品 它是那个 Organic有机的 全部没有 没有化学物品 然后它是用那个 智楠的那个 发酵在那个 Standless Steel 在不锈钢里面先发酵 然后再放在旧的桶里面 发酵9个月 然后又放回不锈钢里面 让它那个混合在一起 气味比较那个 Balanced一点 然后它的酒精是14.5度 我们看一下颜色吧 颜色是那种很鲜亮的那个 Ruby Color 红宝石颜色 看起来很诱人 感觉是那种比较 不是很 很成熟 是那种比较年轻一点的 从颜色看来 闻一下气味 嗯 它那个 Sangervese的特有的气味很浓 就是有点那个深红色的梅 然后有一点点淡淡的土 但是它这一款 因为它有混合了两个其他的葡萄 所以它的那个土味不是很浓 然后又有一点点的矿物之味 颜色那个香气非常很令人很好闻 嗯 嗯 好喝 它它那个一入口 就包围了口腔 果汁味非常的足 但是它那个酸度很高 然后 喝完以后 那个丹宁非常的 嗯 也很高 但是 是那种很令人 很讨喜的丹宁 它让你那个口 那个 变干以后 就开始流口水 嗯 感觉需要食物 嗯 但是单喝也非常的好喝 嗯 嗯 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肚子饿 我现在非常想吃那个 pasta 然后是那种 嗯 肉圆 有那个意大利肉圆的那种pasta 或者那个 pizza 然后上面有很多那个parmesan cheese啊 或者那种其他的那个 起司 硬的起司 嗯 然后跟那个 我觉得跟牛排啊 其他的肉啊 也非常好搭 是一款那个 让人感觉不会很 需要那个沉浸下来 那个想很沉湿的一款酒 是一款很那个 很可以轻松 跟食物美妙搭在一起的 啊 一款酒 嗯 下一次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应该要 有看到这个标签 别错过哦 然后他的CP值也很高 这一款这边大概 二十七八块的美金 啊 价值非常的高 然后 很值得一试 嗯 谢谢你们观看 然后 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学习葡萄酒 嗯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